现在做明星太难了 可能今天你还是女神 明天你就会因为丑闻被要求离开娱乐圈 很多明星为了保持自己的热度和地位 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努力的在娱乐圈奋斗 很多人都知道娱乐圈比较混乱 有钱规则 有些明星也不像表面上那么光线 成龙之前参加访谈节目时就说 娱乐圈很黑暗 有很多钱规则 很多明星都被钱规则过 他说自己写了一本关于娱乐圈钱规则的书 但是为了家人的安全 这本书会在自己死后一百年后公开 现在张红花旦扬丽 就曾经在节目中说过 钱规则是一种趋势 大家都是各取所需 成名的代价就是一定要有所付出 自己曾经就被导演扇过耳光 他也表示曾经有导演向钱规则自己 但是自己拒绝了 王杰当年可是炙手可热的歌手 他的代表作有 水明浪自信 一场游戏一场梦 但是王杰被人毒雅这件事 到现在还没查出来是谁干的 一个明明有大好前途的人就这样被毁掉 也是让人惋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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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